故事一開始是這樣的 某天我就被邀請到一間大學做主持 然後我在大學禮堂看到一個奇景 大概有一層樓那麼高 然後有個鐘 然後鐘也是一般的鐘 但是鐘是被鐵架鎖住的 我給大家看一會 我放了照片 大家看照片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鎖住鐘呢 很奇怪 鐘不是貴鐘 但是鐘不是輕易碰到很遠 也被人鎖住 另外就是我去廁所 看了照片 我在廁所小便的時候 他竟然連那個感應器 都要鎖住 真的好像什麼都一樣 小便器 尿兜這裡 這個鎖 有什麼沒有人偷 對啊 那天我看到一個人 鎖住自己的A 有沒有 那我 這麼誇張 對啦陳道義 有沒有 你怕被人偷 真的 我們還有就是 我們現在拍車 拍在花園全面 螺梨 一般來說 鎖扔鎖不出奇 對不對 鎖扔鎖 還有什麼可以鎖 鎖籃啊老闆 用鐵鏈鎖住那個水渠 你明白嗎 是不是他亂拍車 不是 真的 你用鐵鏈鎖住車 不是怕人偷嗎 就是現在什麼都有人偷 什麼都有人鎖 什麼都有人鎖 那種意思 我看那個雜貨店 還有杯 杯… 然後他就用繩子穿著的杯 不是 因為怕人偷 如果你偷 你馬上一塊 其他都一起倒 就知道你偷東西 有什麼說 A棒 不是 他怕什麼 他鎖住了這個 因為怕人偷你的手 什麼 你見過大蛇鎖 最後最記得的是 不知道在那裡 你可以站過來 不要 你試試看 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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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去過一間 賣鎖頭店 他自己要出去買鎖回來 鎖住自己的鎖頭 是不是 很沒契 很廢話 沒那麼誇張 明天我們想問問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些東西都要鎖 這樣之外 其實也要分享一下 有什麼防賊的方法 為什麼要這樣呢 是不是要鎖啊 冷氣的窗戶 是有鐵籠 鐵籠鎖住鎖頭 不然冷氣都要鎖啊 每個套在外面都要鎖啊 對 你養狗做什麼 防賊 但是你的狗也要鎖住 你怕是偷你的狗 哈哈哈哈 很無契啊 有什麼你看到是要鎖的 我們不知道 什麼都鎖 讓你叫出來 Facebook我們 是,多謝